对,我们就想配合今天的主题 因为接着下来 大家在今晚明星转起来的舞台上 看到的所有表演都是四个字 不同幻想 所以接下来首先有请我们的嘉宾闪亮登场 有请 欢迎 欢迎 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漂亮的女孩是在电视剧《丑女无敌》当中扮演安倩的李欣逸 欢迎 带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让我特高兴 你看我跟我师哥骑着马就过来了 他现在有意 到现场了 那你就下马吧 下不来了 骑马难下 当初他俩上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郎才女帽 这回我心就放得下来 怎么呢 我还以为他俩 哎呀 我给你解释一下 刚才他说了师兄 他们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同门的师兄妹 哎呦 那这位师兄要介绍一下 对对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已经说了是我们心仪的师兄 他就是曾经出演了像《父爱如山》 并在电视剧《民国往事》当中延忍的扮演者 也是我们的著名影视演员赵惠南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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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兴 能回到辽宁沈阳 我是岸山人 希望大家今天都高兴 对 因为这两位明星呢 请来的嘉宾 都跟我们的《二人传》舞台 有着不解的支援 你看这是咱们东北老乡 对不对 这个心意呢 也是第二次 做客 来到我们明星转起来 不妨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 上次来学的《二人传》小茂 还记得吗 那当然记得 来来 给我们秀一下 秀两句 从此爱上了《二人传》 来一句好不好 来 小茂那个 叹闷吧 好好好 真啊月啊 真啊里啊 真啊铁针 柏林锁 我的小妹妹啊 看哪啊 花灯 熊嘛 哇 下一句我帮你唱 黄灯是嘉宜啊 我的门啊 我恋你是真情啊 爱一二呀 哎呦 你胆儿真大 怎么着 我师哥在这呢 没事 你也敢接 哎 师兄师兄 在中系一起读书的时候 心意这么漂亮算笑话吧 是 斑花 斑花 那你有没有曾经动过心想要追求它 你接受吗 说实话吧 好 师哥压根就不知道这个师妹 师妹太多了 好 我们欢迎这一对师兄妹啊 希望今天玩的开心 谢谢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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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